再來我們問一下這個李明浩 有沒有覺得說 當了演員之後 有這個最幸福的瞬間 就是哇 當演員 真的感覺好幸福 是什麼時候 讓李明浩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欸 現在的終點 就是現在 就是現在喔 為什麼 常常感受到的 但無論如何 演員的工作 其實因為演員 他只是當著 攝影師的面前演戲 但是他就是這種場合 面對粉絲 他就是感覺到 喔 當演員就是對了 真的 所以這個李明浩 其實一路走來帶給大家 很多在這個戲劇上面 一些非常非常精采的作品 也希望這個接下來 大家一樣繼續支持 身為演員跟身為歌手的 李明浩好嗎 好 OK 謝謝 感謝大家 最後要很歷次的 為這個段落畫下Ending 要來問一下 年紀輕輕的李明浩 人生的座右銘是什麼 好 來看一下 人生的座右銘 哦 對 後悔 但是 對 後悔 對 後悔 某些事情 就是 後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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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作用名是 不要後悔 不要後悔 就是現在 就是今天 你可以做得到的 就不要後悔 事後不要後悔 事後不要後悔 希望把這個話 跟全場的大家 來做分享好不好 OK 不要後悔 認定目標 就往前衝 所以今天大家 認定了李明浩 就繼續往前衝 可以嗎 可以 千萬不要後悔 喜歡上李明浩 好嗎 這是大家 這一輩子最大的志業 好 大家分享完了 李明浩 這麼多這麼多的 小秘密 事後來 有看到一些粉絲後悔 哎呦 有機會有機會 千萬會得到 他接近革命的時 一旦粉絲的時候 有說 他們來囉 他不看他的臉 不看頭 弟弟的 那些粉絲回去就後悔 為什麼我沒有看到他的臉 真的 不過你要說粉絲當下是在 太兇了 這麼近的看他受不了 我就 太帥了 太帥了 魔心都有 對 所以 希望可以中場的話 他就是看著彼此的顏色 然後記得他的臉有自信 好 現在等一下這個黎明號台上唱歌 當他看著你們的時候 你們就跟他對看 好不好 沒問題嗎 OK嗎 OK 好 那現在馬上就到了這個黎明號 可以跟大家來對看的時間 因為要請黎明號繼續為大家帶來 好聽的歌詞演唱 好 請大家再次掌聲歡迎 謝謝黎明號 帶來精采的歌詞演唱 謝謝 謝謝